头雕虽然做的不像,但机甲细节咱玩的明白呀 哈喽大家好,我是肖文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由HOTICE出品 钢铁侠2合金Mk6环形拆打台 1比6可动病人 我真的好久都没做HT钢铁侠相关的视频了 因为他们不是在复刻,就是在换色 真的没什么新意做来做去,就是那么几款 在这之前,HOTICE也推出过缩料版Mk6 以及合金Mk6 1.0版本 和上一款产品相比,此款在机甲颜色的调配方面 非常还原于影片的设定 偏哑光的深红色从Mk3开始就是钢铁侠的标准配色 战损漆面的小细节也延续了上一款的表现形式 发光机构也没有任何的变化 依次分布在眼灯、胸部的反应堆 以及两个手掌的手炮位置 开启胸灯的同时也会连带胸腔内部的蓝色光源一并亮起 战损胸甲和战损面罩也和1.0版本如出一辙 目前来看在主体的把玩性上毫无新鲜感 而且战损细节提升度很小 观感上依旧非常的肉 那竟然都复刻了 2.0肯定是有一些新的玩法在里面 不好意思 全新制作的托尼头雕也是HOTS能拿出来给玩家的最大诚意 全新的头雕在制作工艺上有的明显的提升 辐射的调配更贴合于托尼本身 但不可否认的是依旧不像 尤其在仰家的结构上完全就是另外一个人 6只备用手型分别为全可动 开炮手以及发动光线时的造型手 那本品除了武器全开启造型替换件以外 还为我们多搭配了机甲的骨架内构替换件 武器全开启造型和上一款Mk6没有任何的区别 所以在这里我们就不多花篇幅去介绍了 本品的亮点之一就是这套骨架内构替换件 因为它是完全用来搭配影片里面环形拆甲台 卸甲时的这一瞬间所打造的 骨架内构直观上看非常有层次感 将复杂的工艺金属细节瞬间拉满 它采用了很多镂空独立的支撑 但在侧面看胸甲位置的穿帮点非常的大 有很明显的突兀感 所以只能远观不可静看 额外还附属了背部的甲片以及空壳头盔一枚 头盔的两侧做了开合结构 且内部刻画了网状的机械细节 那磁环Mk6的另一大亮点 就是这个大套装所附带的环形拆甲台 和Mk4版本的拆甲台不同 磁环拆甲台的科技感要更强 Hotwise也为我们还原了影片里面整套的发光系统 开启光线后非常具有观赏性 玩具的整套供电是通过一根Type-C线 但细看你就会发现这套环形拆甲台 在金属涂装的表现方面塑料感极强 这也是令我非常失望的地方 全可动的机械爪与头盔之间做了磁吸结构 钢链侠的合金漆子之所以经典 是因为它们拥有着最棒的机械细节 和复杂的设计构造 这一点也是和纳米机甲最大的区别 如果你也和我一样 指钟爱合金漆子 视频最后记得给我点个赞 我们下期见 拜拜